数位一番talk 解析数位大事件 给你不同的观点 欢迎大家收听第二集的数位一番talk 我是佩伦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于订阅 为什么讨论这个题目呢 最主要我最近收到了一个线上的问卷调查 那在做个问卷调查的时候呢 其实里面他就一直在问有关于订阅这件事情 比如说先问我说有没有订阅什么线上音乐啊 或者订阅这个串流的影音啊 或者是杂志啊 甚至连这个健身房都把它包在里面啊 都是这个 订阅的一种 那我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说奇怪怎么搞的 一直在问我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是不是想要多了解我有关于 去订阅的一种习惯 去做一种纵观 就是说国人在做订阅制上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偏好 可能是从这样子来看吧 可是这个题目做到越来越后面呢 就露馅儿了 露什么馅儿呢 就是呢 开始出现哦原来搞了半天是这个某家很大的这个 呃 网 网络 网络平台嘛 反正就是一个网站了 超大的网站这样子 他们呢想要推订阅制 什么样的订阅制呢 这个就很好奇啦 对啊 因为这个网站超大 我相信每个都有用过 那他的内容呢 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你想看台湾最大的网站吗 当然什么都会有 他流量也是很厉害的 那比如说他有这个新闻哦 那可能新闻的话还包括了一些呃 时尚的内容啊 呃 他也有旅游的内容 他有健康的内容 他也有呃 3C 7机车 哦 当然他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有一些呃功能啦 比如说像是电子邮件啊 或者是说呃 EC啊 或者是影音内容之类的 好 那我想啊 他可能呢 就是想要另外找一个营收的管道进来 哦 因为原本大网站 我们想象的大网站 他去做这个呃 赚钱的盈利的方式呢 就是流量变现 所以呢 就在网站上 我们常看到就是在网站上呢 不断的挖很多的广告版位 哦 以前呢 刚开始的时候是文字的广告版位 哦 可能是一个连结啊 文字的连结 那后来呢 就开始有图片出来的哦 那图片我们叫banner嘛 或是button 哦 那这样子的东西出来 那后来呢 不够 哦 不够还有开到什么呢 开到这个动画 哦 早期的话还有flash 那现在呢 进阶到htm5 哦 都可以做一个很漂亮 很shark 很吸睛的一些广告的版位哦 然后甚至做event赛啊 等等等等的 那现在除了广告之外 哦 除了这些流量变现之外 还有什么是可以增加一个网路公司营收再成长的一条一个名灯呢 哦 对不对 那当然了 加入event赛是一种啊 就可以做这个销售啊 从中间抽成啊 那当然就做得非常成功 那当然下一步会是什么 what's next 嗯 这就是好好思考的一个部分哦 所以说订阅制这个东西呢 因为喊得很夯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从ott的平台 包括了像是国外的netflix netflix完全没有广告哦 它就靠订阅制 哦 就可以撑下去 哦 那另外呢 还有哦 大家都很喜欢使用的音乐 哦 比如说apple music KKbox 或者是这个spotify 这也是订阅制 那当然了 近期还开始流行的就是有关于知识内容的一些订阅制 哦 比如说有一些的网站 天下 商周啊等等的哦 他们也开始朝内容的方向来着手做订阅制 那另外呢 还有包括了什么呢 还有包括了 呃 最近可以看到的哦 YouTube 他也开始做订阅制 当然我说订阅制不是他原本说的跳广告的订阅制 而是对YouTuber去订阅的订阅制 也就是说他YouTube帮YouTuber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就是说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哦 那也是一种订阅制 好 好 那从那边衍生出去我们可以看到哦 可以订内容的方式 那究竟有没有办法让大家能够去想要订 这个超大网站里面的不同的内容呢 付费去做呢 这就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他如果说大家愿意付钱去订阅 比如说运动频道的内容 或者是旅游频道的内容 或者是这个新闻频道的内容的话 那就是有另外一种的可能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呢 呃订阅制的话 显然你就是要提供给消费者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什么是不一样的东西呢 比如说没有广告 没有广告版位 这是一种 比如说 呃里面呢都是最新的内容 这也是一种 那我大家讲最新内容 大家可以想想看之前嘛 苹果日报嘛 对不对 他的app曾经呢就做过了订阅制 那他那时候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最新的内容 独家的内容 最新的内容 那可是问题就是 这个最新的内容到底 他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只是一些 呃 谣传啊 或者是一些 呃 很小的事情 或者是别人写什么 独家 然后你马上跟着超过来的话 那这些就不构成 大家想要订阅 最新的一些感觉 哦 那所以呢 我们其实啊 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 订阅制到底在 消费者来讲 有什么东西是让他觉得 值得付费去订阅 从两个观点 那第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观点就是啊 这个东西在市场上到底稀不稀有 换句话说 就是同样的竞品有没有很多 我们举例来说好了 音乐的东西 音乐的东西你看台面上 台面上这几家 哦 比如说Apple Music Spotify KKTV 甚至还有MyMusic 哦 这些的 好 那除了这四家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家 那这四家 他在市场上面的话 他的口碑是怎么样 比如说他的音乐的丰富度 他们什么特殊的 这个不同的功能 在我们想象中呢 譬如说 KKBOX好了 KKBOX里他的特色呢 可能就是 除了 他的特色应该会偏向于 譬如说日文歌曲 英文歌曲 不是英文歌曲 日文歌曲 韩文歌曲 甚至台语歌曲 都可以在他上面找到 这就是很棒的一个特色 尤其还有国语歌曲 那很多的国语歌曲 他的首发好像都会在 KKBOX出现 那喜欢听国语歌曲的人 想要追最新国语歌曲的人 他就会在这里面去做一些 区隔 去做一些取舍 他就会选KKBOX 那如果比较喜欢听 英文歌曲的呢 那也许就会听 Spotify或者是Apple Music 那Apple Music呢 又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呢 那就是 你如果是Apple的用户的话 其实你就是可以无缝接轨 很多的这些他的连结 都可以自动的连上来 好 那如果这些东西 在市场上很多很多的时候 像早期 盗版还很盛行的时候 其实串流音乐 是做不起来的 尤其在台湾这个地区 因为大家就是喜欢找免费的 对不对 如果免费的东西 都可以找得到的话 那你有什么好特别的呢 对不对 譬如说 看新闻这件事情好了 我们刚刚讲 苹果日报强调他有最新 强调他有最独家 可是这个最新最独家 你可以拿来当做卖点吗 是可以 可是我们更厉害的是 其他媒体 他们也有压力 所以他们也会马上跟着 去把你的最新最独家 再转载出去 譬如说 就会说 据苹果日报报导 不是 讲一大堆 你的最新最独家 可能就只有一个小时的 寿命而已 所以就被破功了 就被破解了 那订阅的人 他到底觉得说 这有什么特别 我可不可以有其他东西来替代你 如果你市场上很稀有的话 别东西没办法替代 那当然就有机会来订阅你 可是如果说 这东西到处都看得到 而且免费都有的话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订阅你呢 是不是 所以说 这第一个 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看 就是他在市场上 到底是很稀有 或者是有一种 无可替代性 第二个呢 我们就从使用者的效益来看好了 使用者到底用了之后 对他来讲 有什么帮助 使用者都有需求 那到底这些 经过了付费订阅之后 是不是能够达到他的需求 我们来举例 譬如说像是健身房来讲好了 大家想健身房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讲诡异呢 就是 就是一种 你好像付了钱 就觉得自己会觉得身材变很好 或是会变很瘦的一个东西 大家普遍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呢 其实你真的去使用的话 的确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他对 所以说我们对使用者的效益是什么 他就有一个想象在那边 他是需求的得到的一个解决 就是他可以变瘦 或是他的身材可以变得很好 就是可以达到他的效益 但是如果这个使用者 对这东西一点都不care的话 他连订都不会想订 你就算他单次买 他也不会买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使用者希望还有什么 叫学英文 现在也有一些呢 就是学英文的这种平台 学语言的平台 也是有这样子订阅制的 你可以订一个月 然后呢就可以跟这个外籍老师 在线上可以聊天或怎样的 所以呢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对使用者 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让他的语文得到了进步的话呢 那当然他会去订阅的这个 几率就会很高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 这个东西到底对使用者的效益 是在哪里 他可以帮他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国外非常有名的 就是Amazon的Pride的会员了嘛 Amazon买东西是一件事哦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是属于自己的会员 那他自己的会员的订阅制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月付一定的这个月费呢 你就可以得到免运的这些服务 我们看我们现在在台湾 在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到达免运 可能比如说要500块以上 这好像大家普遍的嘛 所以你就想办法凑凑凑凑到500块 结果呢 有可能就多买了一些不想要的东西 但是呢 在Amazon的话呢 你只要付个月费 你就随时要买都可以买 不用担心这个运费的问题了 这对使用者来讲 这是很方便 我想买什么就下单 想买什么就下单 我不用再担心运费加上去 是不是买的更贵 因为通常加上运费了之后 大家会思考了 我到底是在网络上买比较快 还是我直接去店里面买比较快 所以这是一个 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式 我们从这两个观点 我们来看这个大型网站 它有哪些服务 其实是可以尝试着去套用 订阅制 而让大家觉得非常有价值的呢 当然第一个 EC的东西 刚刚有个明显的举例了 就是 运费的部分 有没有机会帮这个消费者去除掉 当然这个要仔细去算 就是你的成本合不合 那Amazon来讲的话 其实利润并不是他最要追求的一切 这也很妙 怎么会有一家公司 不是以利润为追求 成长最重要的事情呢 但反正它就是这样 OK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于理财这部分的资讯 是绝对蛮有机会的 理财的资讯呢 其实你说 不然你看电视上面有很多的老师 他在跟你讲说买哪只股票 我预测哪只股票 然后大家就会跟着去买 那你看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大家会去买 原因就是 第一个 我们从这两个观点来看 我们来套嘛 第一 市场的稀有性 这个老师讲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从来没听过的 是不是很有道理 因为这老师通常讲的 其他的人就不会也跟着讲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一个创造 是他自己的独特性 他有远见 他能够先去看到未来 所以说他就又很有独特性 很有稀有性 那每个人听了以后就觉得 哎呦这个听了之后呢 好像真的很有道理 所以就准备想要跟着他 follow他 所以就订阅他 那当然订阅他 他还有一个最主要目的 对他自己的效益来讲 就是买了之后有机会赚钱 对不对 发财 所以说就是完全符合这样子东西 所以理财这个的东西很特别 所以我们也会去听很多的 付费的理财讲座 所以理财付费这个东西的机会 是非常高的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譬如说 你假设是想要跟娱乐 或是电影 或者是运动 要能够做到订阅制的话 也许就要桥接一些不同的内容进来了 可能就要去跨界合作 譬如说 呃在运动这一块的话呢 是不是能够跟 呃球团或者是 什么联盟啊 棒鞋啊 或者是这个篮球啊 什么的 去做一些 呃结盟 就是说可以透过你的网站上去订票 哦 比较便宜 哦 之类的 那电影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把订票系统也借进来嘛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订票系统不是说每一次订票 是这样子 我可以给你一个包月质的一个费用 但是呢 你订到的票绝对比外面还便宜 这是不是就让人很心动了 所以就可以绑在在你这边了 而且呢 这个票呢 我可以买到各家的 我也许不一定只能买到维秀 可能也可以买到国宾 但是呢 我把它串起来之后呢 这上面的费用我可以尽量去降低 哦 那因为你本身就很大流量嘛 你也可以去让做这个 呃 大家能够呃 喜欢去操作某个电影的议题 让大家喜欢去看 所以说其实作为这个呃 大网站来讲 他还是蛮有 蛮有巨大的力量去做一些谈判的 或者是他有一些行销资源导入 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不是没有机会的哦 那汽机车同样的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单纯的去卖自己 自己的资讯内容 也许大家会觉得 没有这么的特别 这样的包月不特别 但是你要给大家一点想象 想想看大家到底对这个东西 有什么样的需求 能够去满足它 而这件事情在市面上 别人做不到 或者是我可以跟别人合作之后 让这个事情变得更棒 这都是很好的 让大家有机会去付费 去订阅某个服务的一个key point 所以呢 这就是在于订阅制上面 我在想象的就是 在这大网站里面 如果他做订阅制的话 增加营收的话呢 或许可以从这两个方面 来找一下这些不同的 这种机会 来创造不同的营收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关于订阅制的 我的观点 希望对你有所收获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